面包风流行 全名风面包 近年来吃面包成为一种风潮 面对香味肆意 令人垂涎的面包 民众应该如何选购 才能避免买到含藏太多人工添加物的面包呢 康剑杂志实际走访面包烘焙坊 由烘焙坊师傅谢文林 教你三招选购的技巧 让你买得更聪明 吃得更安心 通常面包的添加物会在颜料秤重的过程就加进去了 包括色素 香精 乳化剂 面团改良剂 各种的食品添加物 有的是液状 有的是粉状 那粉状的话就是在秤面粉的时候 就跟面粉秤在一起了 液状的话在秤我们所谓液体类的水 牛奶之类这样的东西 就已经就可以加在一起了 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香气 那应该就是有添加香料 从颜色上面来判断 新鲜的食材 只要经过高温 色彩绝对不会没力 外观来看 这一块面包它的大小看起来很大 但是你夹起来的时候它的重量却很轻 那应该是注发剂放的不少 那如果说您放了很多天都不会发霉 那可能就是液面剂的作用 也有可能在液面剂里面 它会增加一些少许的防腐剂 乳化剂的作用就是让水和油能够顺利的结合 增加它的保水度 保气度 柔软度 延缓它老化的时间 所以像面包吃起来有加乳化剂的感觉会是吗 有加乳化剂的感觉 这块面包特别的柔软 那有可能是添加了乳化剂 从外观 香气 重量等层面下手 选对好面包 让你消费不再无所适从 更能兼顾美味和健康